看完整的時候拿了人家的健保卡 就硬說我們把他健保卡搞丟了 就指責我們要是的鼻子罵說 我們是黑箱作業 大部分配合度都是很高的 也感謝大家的合作 我們覺得這是一種奉獻 對啊 我就說做鑰匙就是天子 自從你們聽到政府要實施口罩實名制之後 內心有什麼想法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很興奮 也要恭喜所有的鑰匙們 有這個機會參加這個防疫這個工作 其實是蠻興奮的 就是說 終於有用武之地了 我們可以發揮長財 而且一些防疫這些東西 本來就是我們這一塊應該要做的事情 身為鑰匙 其實我自己都笑成這百年難得一遇了啦 我也覺得說我怎麼運氣這麼好 遇到SARS又遇到這一次的COVID-19 經濟過SARS那個時候 那時候變成就是大家來買口罩的那個 有資訊就很亂 因為有口罩大家就會想要 囤積就會想要搶 第一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在自由市場的機制裡面 公平的去提供大家到口罩的時候 這樣的方式應該是讓絕大部分的民眾 第一時間可以拿得到口罩的 因為其實對藥師來說 剛好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也是我們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時候 所以其實大家的事務量都很多 我們原則上會就是起早半個小時上班 然後延後一個小時下班 就是時間會拉長 業務的話會把我們的一些 正常的一個步調會打亂 我們每天本來有很多人 他可能的來不及買 或者沒辦法買到 可是這樣就可以 就是可以讓更多人買到 其實我們看的也比較放心一點 在發發口罩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過比較不理性的民眾 有啊 我們有遇過民眾直接罵著我們 我們是黑箱作業的 或者是說我們不公平啊 什麼暗卡啊 因為有些明明他不行領 他就是硬要說他可以領的狀況之下 解釋好幾遍 他們都還是不明白 聽不懂 他從落到尾遊戲規則 遊戲的條件 他永遠都搞不清楚 一、三、五、二、四、六 他永遠都是拿錯這樣子 也有發生過就在排隊的時候 就是因為排隊的時候 有些人排隊的方式 就是椅子 用椅子去排這個隊 然後導致有些民眾會覺得 就是心理不平衡 那其他人 現在接下來排的人 他們就不爽了 為什麼你要排椅子在前面 這樣子 人又不見 那時間到你們再出來 他們就不開心了 把椅子丟掉的 把椅子拿走啊 或者是 就是來的時候起衝突 後來有請里長 也有請警察過來 好幾趟 警察他們也是束手無策 就是把這個問題又丟還給我們 看我們的一個遊戲規則是怎麼樣 設定了一個 就是排隊裡 希望大家遵守 那這個貼出去之後 也不錯啦 大家也就是開始慢慢就是 他們就自己會帶一些小板凳 就是人在 就是小板凳不在這樣子 對啊 就比較守規則這樣子 有不禮貌的民眾嗎 有 有不理性的民眾嗎 但是我們還沒有碰到 我們大家的互動都非常好 我們這附近也是社區藥局啦 所以大部分來買的百分是 八九三 甚至於有的年長的 客人 他就說啊你怎麼要站這麼久啊 叫我們坐一下啊 或者幫我們說 謝謝啊加油 就是你互動久你就蠻覺得還蠻貼心的 這樣 有一兩個人 他們可能假設就是 情緒上面比較急的話 你跟他好好的解釋 然後了解他的問題 其實就 就可以讓他比較放心一點 不會那麼急 應該不會發生什麼事 只要 要開導他 能夠解決 盡量解開要解決 其實有一個就是 他明明就拿錯健保卡 他到了一個復健診所 去看診 看完診的時候 拿了人家的健保卡 來刷了之後的話 剛好還好那個人 他之前前幾天拿過 所以不能刷不過 他就說 怎麼可能 我就是上個禮拜的這一天來拿的 為什麼不能拿 後來我就說 欸這個健保卡上面是誰的名字 他說這不是他的健保卡 就硬說我們把他健保卡搞丟了 你就看 你再找一找 結果他在他口袋裡面 發現到他自己的健保卡 然後他就說 他這張又是誰的 後來我們就 循著這個健保卡打電話去追 是一個復健科的 他剛剛 他說他剛剛在那邊做復健 拿了人家的健保卡 這樣子 他在這邊 大叫大吵大鬧這樣子 那像這種情況 我們只要把他請到旁邊去 等他冷靜一下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來幫他處理 其他後續的東西 其實民眾大部分 我相信配合度都是很高的 那其實民眾也都很清楚說 要是其實在這一次實民制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 那我們也希望民眾盡量理性一點的溝通 不要用自己很獨斷的一個自己的角度去判定說 一家藥局他的一個作業方式是好或不好 對或不對 剛開始實施的時候會感到就是有點不適應這樣嗎 目前還沒有什麼沒有這種感覺 反正好像平常工作一樣很順啊 其實第一天的時候是 的確是 喔 怎麼會是 排到排隊排這麼多人 預期會排隊 可是不知道會排這麼多人 但是看一兩天之後就習慣了 人多的時候你自然就會有一點點壓力嘛 因為派後面的人排太久了 但是後來其實大家也能夠體諒 就是這需要作業時間 我們也擔心東西被偷 因為我有時候覺得什麼 架帳怎麼知道空空的 不知道到底是賣掉了 還是被偷光了這樣子 一百人次兩百人次三百人次來講 說實在的 我們其實已經開始慢慢習慣了 有壓力比較大 我們對於這種未來的不確定性 壓力是很大的 怎麼做調適 我們也是都要跟自己說日子一天一天過 就代表總是有結束的一天嘛 其實我們的民眾很好 能夠也可以為藥師著想的民眾 甚至啊 他自己會去開導一些不理性的民眾說 哎呀人家藥師已經很忙了 你該自己自備零錢啊 人家可能沒有算到你這邊就結束了 我發現有些民眾甚至會幫我們 輔導安慰其他民眾的情緒 這一點我覺得我非常非常感謝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心理建設了 像我們這位是心理師 原則上會進來藥局的人 他們都是不舒服的 他有希望求助於你的 這樣子他本來就是我們本來就是 必須要體諒他們的不舒服 我想這個 這個結束不結束 再看這個疫情的發展 我們口罩的這個生產量 假設這個疫情很快的結束 或是這個口罩的成量很豐富的話 也許這個制度就可以慢慢就不需要 大家可以自由買賣 只要你要多少就多少 自開始的時候 我們剛開始很興奮 發展到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過去之後 到一個月之後 說要繼續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的一個念頭就覺得 好像就像那個 那個神鬼傳奇那樣子 把那個魔鬼打完了之後 覺得好像終於打完了 結果後來又有一批出來 這樣子 以前可能睡八個小時 這樣變六個小時 或是五個小時這樣 睡會降低 好像可能內分泌會有一點失調的情況 目前政府是徵用到四月底 那當然我們相對應的也是呼應說 政府單位 假設四月底要是退場的 我們當然希望大家還是要有一個配套措施 讓民眾可以有良好的一個方式 跟管道取得口罩 謝謝各位要師的付出努力 真的這個百年難得一見的狀況 那我們就當成是走了這一招 那給予在這樣抗議的角色上 我們有了一次公衛舞台的角色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意義 而且是值得被肯定的 現在口罩已經有2.0的政策 所以有提供民眾可以在線上購買 那排隊的人 人潮有變少嗎 目前還沒有發現更少嗎 社區藥局它主要服務的是社區的人 那其實老講排隊的人 基本上 還是原本的那些人 那 真正有幫忙到的 可能是有一些 他可能沒有辦法跑出來買的上班族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其實影響的數量沒有到很明顯 沒有耶 沒有耶 我反而覺得 反而開始 剛實施那一兩天 反而排隊人潮更多 對啊 我號碼牌不過發這樣子 因為口罩2.0推出來之後 我們原 當初的預估是希望說可以幫助到上班族 比較沒有辦法來排隊的人 那確實這個政策也還會到某個層面 但是對於要舉排隊的人潮 其實不減反增 其實並不是因為2.0的狀況 而是因為最近疫情的一個變化 那個境外移入的案例一增加 排隊的人潮又跟著增加 那吃明治口罩之後開始 你們是怎麼調配自己的休息 原則上來講的話 目前他們還是就是 按照我們目前規定的時間休息這樣 啊我自己本身是負責人 所以自己沒辦法休啦 有時候碰到就是下午的時候 或者是傍晚的時候 他們通通都在的時候 我就可以出去休息一下這樣子 我休息的部分喔 我休息的時候就是希望 不要再給我聽到跟口罩有關係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我那一天有休息到了 過年一直到現在 我幾乎啦 幾乎都是會幾乎天天都到店裡面來 有時候我們就 我們自己安排時間 稍微輪流休息一下 好像 我兒子在的話 我就叫我給我兒子處理 然後到裡面休息一下 大家覺得 他們有事的話 他們走 我會處理 我們自己裡面 做一點人力的 配置的調整 做一個那個小的牌子 就是 請最後一個客人幫我們拿著 就是 就是排隊了之後到這邊 然後如果你是後面的人的話 我們不保證你的 刷卡的機會 因為 有的人刷卡下去 他不行 那機會就留給下一個人 你客人這樣拿到後面 哈哈哈哈 Crossing姐 執行了一段時間 你們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對民眾說的嗎 我們不期望就是說 民眾說 非常感謝我們這樣子 只是 但是我們在大家共體時間 互相有時候體諒我們 因為有時候在 我們在 就是讓事情能夠 很順暢的運作下去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 我們語氣會比較肯定一點 有任何費 那有的人的話 他就是搞不清楚 一三五二四六這樣子 那有時候我們這些語氣 可能會比較重一點 就是大家多多包涵 有沒有對人家講的話 好好好 我們也要感謝 大家的耐心一等待 也感謝大家的合作 能讓這個 速度能夠 順利的進行 感謝各位 你覺得這個工作是不耐煩的話 那你就 心態就 就比較會造成衝突 我們覺得這是一種奉獻 是 短期來看 雖然會稍微比較辛苦 可是對整個 就是整個疫情啊 還是很高興 能夠幫得上嗎 其實我們最近也看到 有幾個新聞 真的也是很辛苦 居家檢疫的民眾 到處趴趴趴走 那我們是希望說 請大家記得 在你保護自己的時候 也要為其他人著想 因為這個防疫這個東西 不是只有藥師做就可以了 也不是只有一身醫護人員 在醫院很努力的去幫他們 去做這樣一個康復的動作就可以了 這個病毒不會這麼快 就可以讓大部分的人 對它有抵抗力 我們怎麼樣把傷害降到最低 我覺得這個是中央 跟我們最希望可以提供民眾協助 但是民眾也要適當的配合的地方 各位政府我們都是願意的 對啊 我就說做藥師就是天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天子 照顧大家的健康 守護大家的健康